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7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医疗与保健 张医师好 我们今天要播的这个医疗与保健 就是您在六月份 北美封闭学习的时候讲的 最新版本的医疗与保健 那我们今天先播医疗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今天来谈医疗与保健 那从过年我就开始修改 所以医疗与保健也不是改了好多遍 所以你们今天听的应该跟 以前书本上还是有很多的修改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医疗与保健 医疗与保健 医疗 有生命必有老病死 为了解决此一问题 治疗必须医疗与保健并用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症能不足 恢复身体正常运作 达到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其中医疗可分为内执法与外执法 二者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 从果或从因处理 使组织器官运作得以改善 从而达到解除疾病症状的目的 但因疾病不仅折磨人 心脏骤停还会危及生命 所以医疗必须具有素效 西医的诊疗方法 主要是以仪器检查结果 研判病情 然后透过医疗方法从果下手 以达到治病的目的 此处的果是指症状或检查结果 如异常 组织受损 乃至细菌 病毒等 其内执法 通过细药之成分 用口服 注射 点滴等方式 将药物送入体内 其外执法 则通过手术 复健 牵引等方法 直接从身体下手 如此处理症状 或检查处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 以达到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决疾病 及异常的目的 中医 与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是通过观察症状 在内执法中 以四诊心法 分辨出寒性体质 或以体力虚弱病症之有无 分辨出重病 而给予温热性药食 如此 虽可改善体质 达到 自愈疾病 及抗老增受的目的 但因其不向外执法 可直接刺激体表的压痛点 及经络学位 以快速解除病症 故只有保健之功 而无医疗之效 在外执法中 则是根据症状部位 通过经络理论 或辨证体伤位置 以决定他处乃至患处的穴位 及压痛点 然后用侵入性针刺 或非侵入性按推的医疗方法 来达到解除体伤 疗愈疾病的目的 但原始痛点是大开关 比如按推臀部原始痛点 可同时治疗腿 膝 怀之病症 既简单 且收效红 经络学位 恰好相反 治疗每处病症 常需针刺多个学位 既复杂 且收效微 此外 原始点通过按推其位置的压痛点 既可快速解除 踏出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愈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乙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 而中医与西医 并无此医疗至乙病 或至未病的诊疗合一方法 那这里谈的是医疗医保健 所以我第一段 虽然这里是谈医疗 但一开头我还是把医疗医保健 先介绍一下 所以医疗医保健是为了解决什么 生老病死 这些方法就是我昨天讲的 我们一生下来 就要面对老病死这一个问题 那医疗医保健就是提出它的方法 那原始点它比较特别 它医疗跟保健是并用的 它不是分开的 这样才能够就是解决我们疾病之因 也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改善了之后 我们为什么会有疾病 我们说的 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状态 它就会产生症状出来 所以等组织器官恢复正常运作的时候 那自然这些病就可以达到快速疗医 那体伤及热能不足 你就是组织器官运作顺畅了 体伤自然就修复了 那你要修复 我说过 这个过程中还要热能去推动它 所以你一定还是要改善热能不足 那这样看来 体伤在原始点大部分是用按推 那热能不足就是以外内热源来改善 这样就能够使重病患者转为为安 好 我们看下来 那如果没有病就可以达到抗老征受预防疾病 所以如果你们这样读 如果能够配合这一张图表 那就更好了 如果你看 我们医疗与保健是并用 也就是按推 按推还有外内热源是并用的 那这个可以改善热能不足 那按推可以改善体伤 那如果这两个都改善了 我们身体恢复正常运作了 就可以达到我们解决疾病 那另外有病可以解决疾病 甚至一些重病患者也可以转为为安 那如果没有病呢 就可以抗老征受 就是延缓我们的衰老 然后还可以怎么样 那个让老当然还有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这些也可以同时解决 所以如果你读这些 然后再来看表 其实我所写的就是照这个表 然后去修正 那这个以后再读原始点 配合这个表 应该对各位的理解 会非常有帮助 好 那我们第一段就是把 医疗与保健同时介绍 那紧接着就来进一步介绍医疗 好 那我们这里 其中就是开始谈医疗了 其中的医疗可分为内治法跟外治法 那二者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 从果或从因处理 使组织器官运作得以改善 从而达到解除疾病症状的目的 那一般这里医疗 我们来看图也是这样 医疗它如果不谈热能不足 我们是直接这样过来 那医疗要不要诊断 要 那治疗其实有分保健跟医疗 这两者 那我们现在是谈医疗 所以这个医疗还是要由诊断来指导 那原始点都是从因 那如果说从果那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西医部分 西医检查出来的都是果 那他们处理就是直接从症状下手 那症状也是果 所以很显然 正在治疗现在这样谈的医疗 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 原始点谈医疗就是把西医的医疗 还有中医部分也其实都一并谈进去 好 那医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西医有没有办法 有西医也有办法 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中医中医也是有 他们针刺穴位也是可以达到 那原始点按推就可以解决了 好 那什么叫医疗 它跟保健差别在哪里 哪里是因为医疗要怎么样 快速解决疾病 不快速不行啊 那个疾病很折磨人的 我这里就讲嘛 不仅折磨人 而且如果心脏骤停了 突然间停掉 你说哎呀慢慢来 我灌姜汤或是温敷很难达到 这时候一定是以医疗手段 所以急救的时候 就直接怎么样 解除体伤来达到解决疾病 这是最快速的一条径 你不要再想用保健的方法 然后来改善热能不足 然后热能不足 改善了 然后来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来加速修复体伤 然后来达到解决疾病 这样就怎么样 慢了 所以医疗它有急迫性 所以这个是医疗跟保健最大的不一样 也就是它的特色就是 要快速来达到解决疾病 好 那有了这样 所以你看下面最后 就讲医疗必须具有塑效 就是因为考虑到有一些是 会危及生命 而且是立刻性的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我们首先要谈的 我说的医疗有包括西医中医 还有原始点 那我们这里先谈西医的部分 那西医我说医疗 它是一个治疗方法 我们治疗有分医疗与保健 但西医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所以它的治疗方法其实是 在我看三个医学里面 它是最欠缺的 它是不完善的 你从这个表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表它只有医疗 好那它的医疗 我说是要在诊断的指导下 我们前面有讲过 有些是虫果 有些是虫荫 那它靠仪器检查出来 来研判病情 那仪器检查的结果 我们在疾病与衰老就讲了 衰老或疾病都是属于果 所以它检查出来体内的 不管疾病或衰老也是果 当然很遗憾 昨天提的西医就是说 它检查出来它没有衰老的 它通通只要不管异常或组织受损 它都把它当作疾病或疾病之因 西医是这样研判 所以从第一步 我昨天在批判的就是 西医的造出来是没有问题 仪器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仪器造出来的解读 人为的解读是出了问题的 而且问题很大 它已经脱离了我们的生老病史那种感觉 它生下来就有老跟病 但是在它的眼中 你们所有人都是病 只要检查异常指数也好 异常形态也好 它都是属于把它归为疾病 所以这里很显然 它把所有的果包括老病都包挂进去 所以我们说如检查结果 如异常 这个异常我们在疾病与衰老已经解释过 它既非症也非状 那当然它就属于异常 疾病是 疾病跟衰老怎么分的 就是看有没有症状 有症状的就是属疾病 没有症状的身体的变化 就是属衰老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用最简单来看西医就知道 它检查结果的这个异常 它也当作是病 组织受损也是 细菌病毒 它们也认为是疾病 所以你看我们打疫苗 有没有 它就是希望身体产生抗体 来对抗病毒 以为病毒解决了 你的疾病就好 那这个病毒是不是疾病之因 当然后面会讲到 我就在此不说 所以以这样仪器检查出来 来当作疾病之因 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即便是疾病本身还说得过去 那这个说得过去 指的就是组织受损 那对于异常呢 显然又不是 所以这也就是西医检查 一开始有了一些问题之后 那下面的当然治疗 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们先不批判了 大概从疾病与衰老 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来看下面 他们是怎么用 它因为医疗有分内治法 跟外治法 它如何透过 它的内治法与外治法 来达到解决 疾病跟异常的目的 那它内治法 不过就是西药 那西药我们知道 它跟中药或原始点的姜汤 姜的用法 最大的不一样是 它们是以成分 透过西药里面的特殊成分 来达到它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然后来控制这些疾病 暂时控制住 或把异常指数 让它暂时恢复正常 那它的内治法就是药物 那药物有 它要进去的几个管道 有包括口服的 也有打针的 也有掉点滴的方式 然后把这药物送入到体内 那至于外治法呢 那它们是更直接的 就是手术 还有一些复健 它们复健也不是像我们原始点 譬如肩部痛 肩部痛 你就找背部 或是手背痛 你就找手肘 它们不是这样 找大开关 它们的概念就是 你手腕痛 它就在手腕里面一直转啊 说可能晚隧道正后勤啊 然后去周围按 按压 它们是这样的方式 那它们的诊断 因为有时候是要靠仪器 有时候检测出来你手指码 它认为这个可能是 神经传导出了问题 那神经它就要找啊 那找到哪里 找到颈椎 说骨刺压迫神经 所以你手指码 那在我们看法很简单 直接这样按一按就好了 那它们可能就有时候 以检测结果为主哦 那它们会从果下手 那从果就从哪里下手 就叫你开刀了 一个手指码你可能就要开刀 那以我们原始点来看 这个不可思议啊 麻 疼痛 酸麻痒 都是属于震的不适感 按一按就好了嘛 但西医可能会造出来的 作为诊断依据 好 那所以 它们都是直接从人体下 那这样来处理症状 或检查出异常及组织受损 它们利用这样的方式 来达到怎么样 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那当然吃药是这样 手术就更快了 你拿你长肿瘤 它就直接怎么样 打麻醉剂透过内治法 然后再来加上外治法的手术 然后就开始开肠破肚 然后把你肿瘤拿出来 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 疾病跟异常的目的 那当然它要把肿瘤拿解决 就是把异常也当做什么 疾病本身了 所以很显然 这些检查出来 它只要跟正常的不一样 它就就是认为病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西医就是越治疗 它的医疗越发达 反而我们的病人怎么样 就越多了 然后病名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当他们说有什么新药 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 那手术利用科技 大家以为它越来越进步 但为什么你会 如果越进步 应该是病人越来越少 但你只要仔细观察 刚好相反 医疗技术越来越进步 反而病人越变多了 那就是老病不分 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好 不管如何说法 它这一套说法 就是它的定论 那它这样的 这样能达到怎么样 解决疾病 但我这里解决疾病是 用很宽松的语言 其实它是 它根本不能解决疾病 它只是控制疾病 暂时性而已 它没有办法根治的 因为需要含量怎么可能 又没有办法改善体质 同样你把手术把肿瘤拿下来 但我们也发现了 肿瘤拿下来 它竟然还会再生 而且有时候很快速 所以它只是暂时性 所以需要也好 它内治法也好 外治法也好 它都不是很根本性的 彻底解决我们 而是暂时性让病人怎么样 感觉你的病已经得到解决了 但我们也就是说 照他们的思维不批判 就是直接这样写 他们这样来处理 来达到他们认为 这样就是解决疾病 还有异常的目的 那确实 如果说血压高 血糖高 吃西药快不快 真的快 吃了没有多久 它指数就恢复正常 问题是来了 再隔一段时间 它还会不会高 好高啊 有时候早上吃 到晚上就又要吃一颗药了 晚上能挡得过 明天也要再吃 反正它要效果了 就是要吃 那吃什么时候会好 不可能好的 吃到那个了 真的就一了百了了 那个时候才会好 所以我说 我们不是说刻意要批判 你如果这样仔细观察的话 你们就已经清楚了 他这些外治法也好 内治法也好 都是暂时性 他没办法找到 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疾病之因 所以就没有办法得到 让患者得到根治的机会 好 我们继续看下来 好 那介绍完洗衣的医疗方法 那当然紧急着就是 中医跟原始点的诊疗方法 因为治疗一定要诊断 没有说治疗不诊断 然后就看到什么就这样治疗 是不可能 所以中医当然也有诊断 原始点也有 但两者还是有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介绍 两者基本一样的就是 通过观察症状 那我也说过 那个观察不是用眼睛看 包括耳朵听 那你跟患者沟通 还有他身体的外形的一些变化 都是属观察的一部分 那通过观察症状 他的身体变化也可以 通过观察他身体变化 好 那中医或原始点 他也有分内治法或外治法 那在内治法 我们知道中医 他是一针二灸三用药 那针跟灸都是外治法 那药就是中药 就是内治法 那他的内治法 他的诊断是透过四诊心法 什么叫四诊心法 对有人讲出来 就是透过什么 望闻问切 四诊 望看看他的形体 闻听听 事实上如果广义的观察症状 事实上已经 望也包括在里面 那闻问 包括你问患者 然后再来他多了一个怎么样 把脉 他这叫四项 然后诊断出辨别怎么样 透过四诊心法 来辨你的体质 那体质他们又有八缸 其实是很复杂 八缸是什么 就是寒乐 阴阳 虚实 表里 那到底你身体是虚的还是实的 是因 属阴还是属阳 那是属寒或属乐 是很复杂 那我就不讲那么复杂 因为要不然讲出来那个文字都写不完 我们书只有薄薄的 我说我书只会越写越少 不会越写越多 所以这一次改了四个多页 我的页数也没有增加 不增不减 只是内容稍作调整 那这里为了简化 我很多对中医的一些看法 我就不说了 所以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他四整心法他有分出寒热性体质 如果是寒性体质 他就会开温热药 这一部分跟原始点有没有一致 就一致了 那如果他认为热性体质就开寒药 那问题原始点有没有热性体质 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冰敷啊 我治病没有冰敷啊 那就很显然 这一点是跟中医是不一样 但为了文字喔 这些不一样喔 我就留到后面再来讲 我暂时不表 但是就是把中医跟原始点的共通点 简单的表述 简单的表述 他能够一致 然后开出温热药的方式 喔 两个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中医就是变出 他寒性体质开温热药 那我们是喔 不用变 你只要生病了 都是温热的 我们这里没有含粮的 这差别这样 好 那我就提出 他们是以四整心法 那原始点呢 就简单多了 什么时候才会开出温热的药 也就是温热的姜汤呢 如果你是轻重症 要不要喝姜汤 轻重症要不要 根本不要 我讲嘛 一根指头痛 你推拿一下子就好 顶多就是温敷而已啦 然后如果你再跟患者讲 还要喝姜汤 那就离谱啦 而姜汤吃进去是全身的 一根指头你要改 就每个来都要叫他改善体质 那就有一点离谱 那如果更离谱的 就叫他一根指头痛按好了 温敷好了 还叫他要配合运动喔 休息喔 还要良好心态喔 因为你们已经都习惯这样 每个来都这样讲 那就更离谱啦 那这个就已经你的诊断就是 等于没有诊断 就有一点类似 那这一部分原始点是 只有到重病的时候 我们才给温热性食物 如果还没有达到 到轻重症是不开的喔 即便重症喔 也不叫他喝姜汤的 全身改善体质是不必 你可以说可以用姜汤灌肠 局部的可以 那这个就有意思 或是你皮肤病喔 譬如这里早上讲的 那你就涂姜粉泥嘛 局部涂 这样就可以 而不是他体力好的不得了 你一定要喝姜汤 他就能好 不是你们早上也看 如果局部还要配合按推啊 那局部的才重点喔 所以我们看出来 原始点一定是到重病的时候才 那这样两个就一致了 所以当他变出寒性体质 那原始点观察体力有没有虚弱 如果有的时候才给予 那这样的温热性钥匙呢 在原始点是有意义的喔 等于算内热源 这些内热源可以改善我们体质 达到怎么样 内热源可以改善体质 然后来达到怎么样 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因为身体嘛 一定要透过身体嘛 然后让他来怎么样 加速修复体伤嘛 然后来达到怎么样 解决疾病嘛 还有抗老征受嘛 欸 你看表 其实我的写法都这样 你以后就是把这个公司套进去 我前书都是这样写 只是把文字写得比较顺畅而已啦 现在再改的都是这样 但都不会离开这一个图 所以你们如果读 读配合这个图表 我相信在读 很快速就能理解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那内置法 说内热源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如果它是透过这个途径 它就没有办法快速解决疾病 因为能达到快速的是医疗 所以这里有讲 但因其不向外置法 可以直接刺激 体表的压痛点 及经络穴位 以达到快速解除病症 故只有保健之功 而无医疗之效 所以为什么要把它分为 医疗与保健 因为它没有办法快速 那医疗一定要快速来解决疾病 它没办法 它一定要从热能不足 在体力增强之后 再来加速修复体伤 再来达到解决疾病 那这个是保健跟医疗最大的不一样 所以中医也好 原始点也好 它的内治法有没有医疗的功效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吗 没有耶 它的内热炎 你看内热炎 中医的一针二丘三用药 药就是内服的中药嘛 那它内热炎 只能改善热能不足 这里有没有箭头插过去 没有啊 它没有治疗 所以它没有医疗的功效 中医没有 原始点的内治法也没有 所以喝姜汤它没有办法快速解决疾病 这个大家也清楚 好 那这个在内治法介绍就知道 原来内治法你就知道 中医跟原始点它只有怎么样 保健之功而无医疗之效 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 那再来介绍 中医跟原始点的外治法 那这两个理论又不大一样 两个理论 虽然相同的都是根据症状的部位 原始点很重视症状部位 你外治法如果不知道症状长在哪里 你是没办法下手 对不对 你要找出原 好 那中医也是一样 你的症状在哪里 它会通过它的经络理论 那原始点会透过变体伤位置 来知道它的位置 好 那知道了这些诊断之后 然后来决定怎么样 中医是我要针的穴位 那原始点是我要按的原始大开关的部位在哪里 这两者是一样 然后中医是透过怎么样 侵入性的针刺 它们针刺穴位嘛 原始点是不是侵入性的 这一点就不一样了 我们原始点是不透过侵入性 它直接透过怎么样 按推的 也就是它不侵入性 只有在我们体表按按推来找开关 好 那这样两者都能达到医疗的方式 来达到解除体伤跟疗医疾病的目的 好 介绍到这里 内治法跟外治法都解决了之后 我就 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 我是感受很深的 当时候我就在讲 原始点 以西医主导着全球的医疗法 原始点如果要发展开来的话 他绝对要避开西医的一些追杀 所以如果让民众能够拥有这一套方法 他一定怎么样 不能用西药 也不能用中药 你只要用中药 你除非有医师拍照 那就增加民众的困难度 所以当时候我就一直在考虑 那内治法 所以最后越简单越好 然后简单到那个东西 我们在日常生活就可以应用到 刚开始是想到人生 人生是温的 最没有 就是没有很热 然后民众喝起来那个味道又不错 但是大陆的长白山只有一个长白山 如果发展快的时候 他那个山很快就砍伐掉了 都不够各位用 你看你外夫也用 身 哇那个又贵 那个大家负担不起 所以几经思考 什么 又可以不被医疗追杀了 最后想到什么 江 早期就是开始这样 那就一路研发江 因为我发现江比身便宜 然后每个民众 然后还有世界各地 你不用去长白山 任何地方都可以种出江来 哇这个就方便了 那当然最后我们也发现 各地的江品质不大一样 然后有机无机的也有 那是后话 但一开始想到 如何让民众很快拿到 然后又不会牵扯医疗法 你怎么涂怎么吃 洗衣也不会说你有怎么样 这个是重点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那我们原始点 为什么不谈中药 你为什么不用一些中药 像食物汤啊 补中医器啊都不错 我不是反对 而是怎么样 你又没有医师牌照 都在谈中药 最后呢 你又说 我用我的方法可以把它的病医好 你们又不大会讲话 那讲到最后你变成一个医疗 那你以后真的开中药 然后有些人又不懂 又去收费 把原始点用在收费 那就更惨了 这样讲法到最后就怎么样 你很快就被 抓走了 犯了医疗法 所以我一开始 我说原始点 一定要避开 他一定要生活化 真正 我说 如果你要做到 帮助所有人 那个法一定是平等法 不是只有医师人用的 民众也可以用 所以我们最后发展 你就有 如果你们觉得 哎呀 原始点怎么发展到最后 只有一个僵呢 好像我们太无聊 越学越无聊 跟张医师学那么久 只有学一味僵 如果你善用 就已经够用了 你看一个僵可以内服外敷 你看我们早上表演给大家看 姜粉泥可以涂 什么皮肤病来都可以这样涂 也可以一边涂一边吃 多好啊 那内内字外字都用上啦 然后你吃姜也没有犯医疗法 外字也没有你涂 人家也不会说你 好 那再来按推这个工具 侵入性跟非侵入性差很多 你拿针刺人家的穴位 即便他好啦 他有很大的疗效 但是你拿针刺 你会不会被告 我告诉你 你没有收钱都会被告 因为侵入性就是不行的 就是犯医疗法 所以我一开始绝对不 人家说什么工具可以刺入性 刺激比较大 通通不用 我说什么最没有争议 这两只手最没争议 然后还有一个好处 针刺穴位他不只犯医疗法 而且常常他要急救的时候 我们现在读到医疗你就知道 医疗是可以急救的 他可以快速解决疾病 那你出门在外 你常常会看到一些突然间晕倒的 那你看到晕倒 如果你是中医师 哎哟我怎么真忘了带了呢 那这下子可好了我只能眼睁睁 看他继续倒在那里 因为中医第一个想到的 因为我也当过中医师我知道 以经络理论为指导 他们的外置法 那经络理论就是找出 他最大的开关也就是穴位 那哪里是最大的穴位 他当时候就会去急救 比如你晕倒了 他们可能就在人中这里 或用前线那里大力按压刺激 那原始点 你要刺激用手 那个他们认为还不够刺激 要还要用针 那你没有针 他们信心就怎么样 减弱了 原始点不是喔 你遇到的时候 你看你们都怎么样 跃跃意识啊 还好我的工具没有忘记带出来 你看就在我左右 然后开始就怎么样 下去了 然后刹那间 尤其急救都是刹那间 好那你按推会不会犯医疗法 肯定不会 他没有侵入性 但你也不要说 再帮人家治病 如果好了 你就说我抱一抱他就好了 我抱起来 其实你已经在施加案例了 你不讲人家也不知道 但你就不要太嚣张就好 因为原始点 他真的是为了解决生老病死嘛 解决疾病 那医疗一定是 以目的在解决疾病 那你抱起来你就这样 大立楼 或是测躺的时候 趴在那里 你在 人家也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那如果问 我在帮他舒缓啊 我看他晕倒 啊糊糊的这样有事 就是我帮他舒缓了 还有什么事 不会有事的啦 但是你就是不要说你在治病 你只要内心知道就好 但是 我们原始点 我说他就好像在修行 你就是不要张扬 然后我教各位按推 你们有没有注意 就是怎么样 不要锋芒逼入 然后拿起工具来就想大力按压 没有 他是收念的 然后慢慢沉下来就是很内念的 然后不施力 然后力又可以透进去 人家也看不出来 看你松松软软 竟然他病就好了 然后看起来原始点也没有神奇 其实他就是最神奇的 就是让人家看起来 一点都不神奇 然后用的东西就是最最平常的 也没有什么特殊性 那用最平常最便宜的东西 竟然很多人都受益了 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 你看从一开始的设计 就因为不一样 所以当然结局我相信也会不一样 我相信在发心的那一刻 你要解决大家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会决定到原始点后来的路 我也早期也有一些中医同道吧 那他们也有人学原始点 但是我相信他们大部分都不会很坚持用下来 为什么 因为原始点他没有讲很复杂的 任何人都学会 但没有复杂的 这些医师同道他们就怎么样 活不下去啊 他最后也知道 原来将就可以把我的所有中药都取代掉 那你想 我跟他们搞还有什么好处 我跟你们讲真的 所以但当他一旦是为了救人 不考虑这些 我看很多医师会走进来 因为太方便了嘛 那所以原始点他的发展一开始就是 不牵扯医疗 先避开医疗 然后你不要张扬 就不要说我们是在治病 但讲治病的由我来讲 因为我是医师 我讲治病 我是医师嘛 我写医学也没有什么问题嘛 然后我来介绍 你们知道就好 你们照做就好 你们照做就好 绝对不要说你有什么 来我帮你治 这个可能就不大好 好 那我们这样出来之后 就跟中医发展 其实你看起来好像一样 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 接下来再进一步来谈 那个外治法的不一样 中医 中医跟原始点它的外治法 都在讲开关 那到底两者的开关 哪一个比较好 我发了五年去把人体 大小开关找出来 那中医是历经几千年 把它的经络 经络大概有十二经络 加上任督二脉 还有它在经络里面的穴位 有三四百个穴位 你要背起来 起码要花个一两年 背了那么多 变成你的东西 要应用在人体 哇 就不一样 每个人你去看 同样一个手腕痛 去三家诊所 它真的穴位都不大一样 为什么 太复杂 配穴也不易 然后理论也复杂 所以它的功效 如果这么复杂 能够疗效更大 那就没法讲 但问题不是这样 我们来看 我的说法是这样 原始痛点是大开关 为什么是大开关 我这里举臀部原始痛点 刚好我们最近在谈 当然最近那个臀部原始点 可能还会有延长线出来 或是加一些 好 那它按推臀部原始痛点 它可以管理哪里呢 你看 从这里按下去 它竟然可以贯穿整条腿下来 当然小腿肚例外 小腿肚是上背不管 那这样一路管管 那这样一路管到哪里呢 管到脚踝 所以你看 按推 它腿 膝 踝 这些出现的病症 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解决 所以它既简单且收效红 按下去就是一个立体式的下去 那经络穴位呢 刚好相反 你不管是膝盖痛也好 或脚踝痛也好 只要有一处 它就要很复杂的去配了很多穴位 来针刺你 哦 都是这样哦 你脚踝痛也是要配很多穴位来针刺 起码都会两三针跑不了 那你腿痛有时候也是扎了好多针 两三针 那如果有一些医师更复杂的 你头痛啊 它把你扎得像刺蝟哦 你应该你们也看过 我头皮针有没有 插得出来 诶 怎么这样子 你们会 但是你们看到哇 针那么神奇 可以扎到头皮 你们会很羡慕 哇 这个医疗太神奇 连眼睛也可以插进去 以前我早期就是这样 我眼睛痛来 我不只扎手 我还扎人家眼睛啊 精明些扎进去 然后针还留在眼睛耶 哦 然后人家说 张医师 你的医术好厉害啊 那我把他扎出来 我就问 那眼睛痛有没有改善 他说没有 哦 原来是 我终于知道 原来是我的针数很高明 但是我疗效不怎么样 哦 我的技术很厉害 哦 这次早期 但是我经历过中医师 我也针灸十几年了 哦 也 甚至去外面 发学费去拜师学艺这样 哦 我认为 我的针刺 那个功力还算不错的 哦 但是 我发现 到最后很多病 是解决不了的时候 我开始重新 放下一切 重新找的时候 我发现原始点它的疗效 既简单 然后收效又红 那经络穴位 刚好相反 你每一处病症 你都要用很多针 太复杂了 哦 然后这些针哦 其实是不舒服的 因为我早期在诊所的时候 我有分怎么样 要针灸的也可以 要按推 推拿的也可以 我发现哦 患者比较喜欢被针刺 针刺穴位 还是比喜欢用推拿的方式 来解决他的病 我调查起来 好 我先问你们 你们喜欢针刺穴位的 还是喜欢按推的 喜欢按推的 喜欢按推的举手我看一下 哎呀 果然我们都是感受这样 所以才会走在一起 事实上 那时候还没有原始点 我用推揉的 一般的按摩方法 患者也是会要求用按摩的多 那要针刺的少 因为针刺下去 你不管手法再高明 都还是有怎么样 拿针来刺你的皮肤 那一种感觉就是不舒服嘛 那但是如果疗效好便罢 但是问题又怎么样 收效又很伪 所以就是那个效果很差啦 不是每个人都有效 所以 这里就看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来 我们所说的大道至简 你其实那个道理越不复杂 大家越懂的地方 大家一听就明白的东西 反而是真理 那一听就很复杂 搞得越复杂越不明白的 就是没有人性化之后 它不符合人性化之后 那些特殊的方法 那些神奇的方法 很可能都离真理还有怎么样 一大段 包括我说的针刺这些 针刺还算好 那如果西医 那个手术刀就更复杂了 还要配合很多仪器 好 那这是我的感受 反正越简单的肯定是越好的 那原始点 目前在三个医学里面 算是最简单的 好 那它因为简单 它不只 你看喔 经络十四条 三四百个学位 它竟然复杂 但效果差 但我们原始点 一条脊椎基础 任何人都很快学会 你学针灸要两年 学原始点 记住位置要多久 有时候悟性高几个小时就会了 你那个位置都背得起来 对吧 我说实在的 不是一点都不怕 再笨的一个礼拜也要都保我背位 一条脊椎七处你要背一个礼拜 那个位置 如果有这么笨的来学也可以 那这么笨一个礼拜就学位 那它的功力就已经赢过一两年 被经络卸位了 有没有办法 真的可以达到啊 所以你看从学习的成本 你简化了多少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它这么简单 又比中医很多的方法 它的方法还要治疗的更广泛 我们看下面 下面 那这里原始点 你看通过按推其位置的压痛点 简单讲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你按推原始痛点 可以解除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也就是他还没有疾病 你找出体伤来 你也可以解决他的胃病 所以从按推原始痛点 它既可以解决乙病 也可以解决胃病 这句话就是包含两种病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 这个就是疾病 或无形它还没有显现 我就把体伤解决了 这个疾病还没有产生 我就解决了 那就是自慰病 好 又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疾病 这个指的是疾病 在治疗疾病的时候 它可以分出疾病 那在治疗过程中 你按推压痛点 但它没有疾病的时候 这个压痛点就是怎么样 你即将产生的疾病 那这个时候 又可以分出它胃病的体伤位置 那这样说来 它在按推的过程中 其实这一句是不只治疑病 我们现在的医学只能治疑病 我告诉各位 不可能治胃病的 治胃病 谈治胃病这个治疗 胃病不是预防喔 不是预防疾病 是治胃病直接治疗 那就是有针对性 预防疾病就是 你改善体质啦 然后这些身体好了 就不能不会达到疾病 我们不是喔 治胃病就是 你担心什么 哪里会出现疾病 我直接针对它的部位 直接解决它还没有产生的疾病 我昨天讲过嘛 我要治疗它的 以后 让它永远不会心脏骤停 那我就找背部 我背部体伤把它解决了 它因你解决怎么会有果呢 你从阴眼果就看得清楚嘛 我阴姐觉得果一定不会生 那我可以针对喔 这个才叫治胃病 那如果预防疾病就是 啊你改善体质喝姜汤 哇那全身体质改善 体伤都没有了 要达到这种境界难不难 非常难 然后食要吃到体质改 完全改善达到智慧 那个真的是遥遥无奇啊 所以这个子能变成怎么样 大家在讲中医在讲智慧病 但是都没办法落实的原因 那原始点不是 它既可以落实 所以这个可以治疑病 又可以智慧病 从智慧病那里已经看得出来 这个已经不简单 然后在按推的过程中 它已经在治疗了喔 既是治疗 它又可以变体伤位置 又是诊断 那这一个又是一个突破 你从这一句话你就知道 哇那个感受 如果我在做的时候 因为我对医学知道 我感受很深 我这样一按下去 既难可以治疑病 也可以治疑病 也可以治疑病 然后还有诊断 然后就在刹那间 同步完成 有一种医学是这样子的吗 连我做梦都想不到 然后竟然有 因为就是原始点 那这个是一个 人类医学上的一个怎么样 大突破 前所未有 我敢讲前所未有 如果你们懂的话 哇原来这么简单 已经找到大开关之后 竟然可以治疑病 不仅治疑病 还可以治疑病 那在治疗的同时过程中 诊断已在里面 我不相信以后医学还会出现 他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我敢讲 如果有来者 那就是继续跟原始点走 只能做到这样 如果没有 他要同时有诊断治疗 那个思维要彻底的改变 那真的很难 你看西医 你要去仪器检查 那个是诊断 检查出来 还要很长时间才能治病 中医你忘文文切 顶多治疑病 但也达不到治疑病 也达不到在治疗的过程中 就能诊断 好 那所以 这个 这里当我写出这一段话的时候 其实我是平时这样写 但是我内心当然感受 跟别人不一样 我觉得哇这个 这样写一点也不夸张 但是真的原始点做到了 好 那也就是原始点的医疗里面 已经含有诊断 还有真正的治疑病 他也透露出一个讯息 原来治疑病是要用医疗的方法 而非用养生保健的方法 跟我们过去的思维 已经透露出来不一样 好 那我们把医疗介绍完 好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播 好 医疗与保健二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下个礼拜